其實這裡啦,你甚至用杜爾夾去撿 撞掉,然後自己手動金花奧伯倫都是直接帶走 但是我還是要秀一下就是 當對方有守護的時候 我們杜爾夾直接一樣點起 也是22點再次帶走4倍開轉 後手就是我們樣的快樂 皆さん,有扣手 我是窩窩叔叔 歡迎收看今天的牌組分享時間 今天這招牌組是無限制轉彈精靈 那麼在開始牌組之下之前 請先幫我點個喜歡 可以大大的幫助到我 第一扣歡迎大家加入畫面上 有我的IGFB的資訊 每週行程表都會翻到Youtube手頁 以及各大社群 而現在我也開始在突擊的 所以一開工作遊戲台 想要輕鬆掛終身碟數的都非常歡迎喔 如果你有興趣抽獎的也可以參照一下 就是我們資訊欄的抽獎的方式 好的,那麼回到牌組本身 這一次要介紹這一套牌組 可謂說是老牌組變出新荒樣 以前就是這種轉彈精靈 你都要去想盡辦法去抽到1100 才可以去轉滿全場 然後用到就是拉出奧波龍 迅風妖精 辛西亞 以及痘劫的部分去做出OTK 那以前來講的話 他可能需要的部件是比較多的 仔細想的話 你就少說都需要用到兩張的螢火 兩張的螢火其實就滿有一定的難度了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你還需要有兩張EFFE 所以從此可以去幫助你轉 再可以去轉出就是全滿場的去做到OTK 而現在這個全新的無限制轉彈 也要進步到了另外一種境界 他只需要轉兩個位置 是哪兩個位置呢 首先第一張新卡就是奧波龍 奧波龍他就是 如果你把他轉出來之後 你主動繳他進化點 他就會變成一個88 然後即使一回合中可以攻擊兩次 這樣就是保底是16點的傷害 那接下來的那個4點傷害怎麼補齊呢 你就可以去轉出這一張的杜爾加 杜爾加 其實主要拿他這個即時的效果以外呢 其實他更為出彩 就是如果提前到你的手中 他是可以去打到這個激咒的效果的 可以幫助你在5費要C斬的時候 還可以再額外的過到一張牌 這樣的話就不用綁定 就是說進化點要交給碎城 因為如果你把進化點交給碎城 傷害會差非常多很容易斷檔 所以這一套的最大的缺點就是 怕對方的守護大於兩個以上 假如有三個就會變得超級很難辦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在低費的部分 放上很多很多的結場的手段 才能夠幫助這套牌組 比較好做到一個運轉 那由於你在前期的時候 不需要去收集到什麼11004章的從者 所以我們可以選擇很多很多可以 做到PP魔術秀 然後流離手段的卡 像是換一種氣息 就可以直接去2費時開啟 拿到一張0費的踏踏踏踏的大術 然後又或者就是你可以直接 就是把防轉之翼給留下來 等到就是你可以主動拍下小梅 或者是貓頭雲少女之後 把它防轉之翼 去做到這個4次的連擊 因為你必須要4次連擊啊 才可以使用到這一張的禮貨的女將碎城 去幫你把這些消費各不相從的精靈從者卡 由排隊召喚到戰場上 而且你在滿足4次連擊的同時啊 就一定可以幫你穩定挑小梅 要找到這些從者都還蠻容易的啊 那接著的話我們就要想說 有沒有辦法去做到一個4費轉彈 最重要的關鍵就是兩張牌 還是要靠我們的營火 首先就是妖精之花 如果你2費拍的話 你就可以拿一張營火 以及就是你在3費的時候 甚至就是2費的時候 你可以去考慮拍這一張的 對生命的相從去做到3次的連擊以上 你就會拿到一張的妖精的營火 以前幫你拿到的營火啊 你就可以在4次的時候做到一個00 兩張營火在手 接著的話要怎麼達到4次呢 你會留有一費 所以你就是打一張的英雄覺悟 或者是你去點反轉之意 然後再去打一張隨便的1 又或者就是你前面有留有0費的荒野中的氣息 都可以去幫你達成這個4次連擊 那如果你並不是4費的 你是5費的時候 你還多有一個選擇 就是你可以直接不花PP 打出這一張的自然馬 然後去幫你印刷一次來連擊的次數 這套牌組啊 我覺得會輸只有幾個可能啊 首先是對方的守護太多了 還有就是自己卡到來最成都不來 所以我是多選了一張的造反樂園 如果你的睡省很乖的話 就不需要多選一張的造反樂園 還有就是奧伯隆提前進來了 奧伯隆提前進來的話 你的斬殺也會變得非常的低 目前這一套是只有選擇兩張奧伯隆 為什麼呢 是因為其實1費的貓頭鷹少女 是可以把奧伯隆給塞回去 所以理論上是不需要用那麼多張奧伯隆 可以幫你省一些水 可是如果你真的非常點黑的話 可以考慮把奧伯隆補到滿 那除此之外的話 還有就是會比較擔心的是 對方會有一些扛傷的手段 像是敘述物體啊 安息的領域等等之類的東西 所以我們適當還是需要有一些 可以拆護符的手段 像我就選了輪迴女神 那如果你在內戰的時候啊 還可以適當的去選這個極光天使去 做到一個重複回首動作 等到對方也沒有極光天使 就是你反殺他的時刻囉 在後手的時候 這個也可以當做一張的從者進場 然後抽一張牌 等於說你就不需要刻意的把1給留下來了 那大體來講的話 遇到比較快的職業都會希望 你就是好好的把血線給維持住 所以絕面虎石在前期的時候 也是相當的好用 牌組就是這個樣子啊 比較能夠更變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缺結場的話 就補結場 如果你缺連擊的話 就是補連擊 如果你缺碎層 就補更多的碎層 那如果你環境會遇到一些 減傷的牌組的時候 你就要去多帶一些可以拆的東西 那 首先第一戰對決 我們對到的是士靈 以騎手的漫面來講的話 其實我玩到後面會比較推薦 就是如果你是沒有選擇 多一張艷樂的牌組的時候 你就全換去找到碎層 因為有碎層才可以轉 基本上流零的手段 我認為都還蠻好進來的 當然如果你想要拼一個就是 先把組件給掐起 然後就等碎層 或是等弗雷亞進來 這個體系也是ok的 所以其實這個手牌啊 是有機會就是在4face開轉 你看我可以流零 然後我又可以用凡的知力 去變掉自己的貓頭衣少女 所以貓頭衣少女 不會在1face拍 那自己來講的話 我只要再等到碎層進來 再一張的1的從者 我就可以做事 然後這張1的從者怎麼進來呢 小梅 別忘記小梅 他自己會跳 所以我們這邊已經4張牌糊了 對就是那麼樣的簡單 沒錯 然後接著的話我們就是一個 一直空過一直空到耍費 記得要開一下換一種氣息 然後等等的話要不要稍微過一下牌 也是可以思考的地方 對面時候領地正角 GP的裁決 這邊還是要算一下喔 123 這樣的話 我們必須要5費才能算 因為這邊的話 英雄絕路如果再開下去的話 才有機會適時連擊 那這裡來的是杜爾加 也是繼續耍費 那稍微看一下 看來我們4費是沒辦法提前轉的 因為畢竟是沒有營火的 要營火的才可以去提前 然後對面使用了拉卡德勒 然後我們這裡 有一張那個對生命的鄉愁 我們可以把生命的鄉愁給拿下來 而這裡最後我選擇拍掉了那個貓頭 英少女 最主要原因就是 真的的話我們會有兩張的零 有兩張零的話 加上一張的這個貓頭鷹 再加上一張的營火 不是零啊 講錯了 是有一張的營火加上一張小梅 我就夠轉了 所以說我不需要再去 特別扣這一張的貓頭鷹少女 當然這張牌到底要不要下 其實也不一定啊 就是我可以多過一張牌 然後你覺得這個多過一張牌 沒有必要的話 那也可能不用多過 那如果多過這張牌 剛好記得是杜爾加的本體 那你就可以多過一個守護 所以其實這個就還蠻看個人的 然後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來到五費 營火先下去之後 搭配到 那塔拉的大術 與此同時我們可以使用到反轉之意 然後去點自己的營火 然後再來的話這裡撞完之後 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要過這個盾 才可以完美的斬殺 那所以直接點基於貓頭鷹 搭配到睡塵 完美 其實你而已守護 還是擋不了我的攻勢 有沒有那麼樣的噁心 那這裡就是直接這樣 帶走對方 蹦蹦蹦 這個巨量的傷害 太誇張了吧 再來的話我們第二場堆到的是龍竹 拿到了後手 拿到了後手 那一樣就是去找到我們想要找東西 然後有弗雷亞了 有杜爾加了 又有貓頭鷹造女了 杜爾加是可以考慮把它放回去 但是你就算不放回去也沒有關係 因為如果真的來了三戰杜爾加 貓頭鷹造女馬上可以把它塞回去 這道來自就是那麼樣的快樂 所以其實今天的話 我們就是找到琉璃的手段就可以了 進了一張的就是 嗯 對森林的相仇 其實以後手來講的話 我之後會覺得說 你可以考慮 在後宮的時候 再去拍弗雷亞 再拿 或者是五費的時候 再拿 再拍打一費都ok 所以這裡最理想 是可以直接做 花影中的氣息 那我們這裡可以考慮打 花影中的氣息 那與其從此這裡可以直接用大自然的導引收回來 做到一個過牌的動作 對面快樂跳廢看起來是氣牌龍沒有錯 接著的話這裡可以思考一下 弗雷亞進來之後 注意一下廢數喔 如果我有營火的話也是一樣 這一回合就可以直接開轉斬殺 但是我沒有營火所以 沒有辦法換一張東西再開一張 然後對森林的相仇 接著的話就把所有零都留下來吧 然後當你留的零越多的時候啊 你手中如果有越多劫場都可以額外去做到一個劫場過盾 對面就起巴哈摩特下來 明天想也是一隻 明天想要是一套的 比較偏向控制巴哈龍的 可是接著的話 他要控不住了喔 來了 妖精的營火 搭配到那塔拉大叔 那塔拉大叔 然後可以拍下一張的 看完沒 搭配到就是睡城 我還留下了零費 這杜爾加可以過到一個守護 對 嫩嫩 好不囉 8加8加6 帶走對方 22點 就是那麽樣簡單 好的接著的話 我們對到的是吸血鬼 其實留下方面來講的話 我覺得吸血鬼絕對要留下 絕命的腐絲 留下來才有機會贏 對面使用好叫 那我們這裏可以用一張的絕命腐絲 對面再用思域重磨 那我這裏可以再用一張的妖精之花 然後再來的話 一方使用普通禮物 搭配到惡魔缺底手 那我刻意的就是把這個 腐絲再一飛行拍掉 我就可以去 有更多疑慮 可以在這一回合做些其他的事情 對面強制跳了佛拉洛斯 但沒關係 我們有開過絕命腐絲 把佛拉洛斯降成4攻 那以目前的手牌來講的話 雖然說他沒有營火 也是要等到5倍轉啊 但我們一面還是蠻高的 因為對面那只能就是愛覺飛翔拍一拍 然後想著盡可能把他的傷害給加大 但是也別忘記 我們還有荒野這種氣息 還有翻轉之一 都可以再做一個哪些動作 然後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這裏就可以開轉哦 因為弗雷雅是後手 等於說弗雷雅是一費必拿削成以外呢 我又有妖精的營火 然後接著的話我前面留0 留的夠多 這個也算是0 這個也是0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4次連擊 完整之一點起來 打敗到 那他大樹 然後還有一張的杜爾加 就是這麼樣的簡單 其實這裏啦 你甚至用杜爾加去撿 撞掉 然後自己手動進化 我都是直接帶走 但是我還是要秀一下 就是當對方有守護的時候 我們杜爾加直接一樣點起 也是22點 再次帶走4倍開轉 後手就是我們樣的快樂 好的 接著的話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場的影片 沒有啦回放 影片怎麼回事 剛剛看到一個狂亂吸血鬼 那我們應該要遇到氣排吸血鬼了吧 一樣在騎手之後 直接留下全面腐蝕 騎手又有弗雷雅 那太快樂了吧 那時候我們拿到的是先攻 但是其實要4倍轉還是蠻有可能的 接下來只要給我兩張鬥蝕的拿一波人手段就好了 然後你剛會看到一個小小細節 就是為什麼我沒有在一倍拍下全面腐蝕 因為我們是先攻 一倍拍全面腐蝕的話 會有一點小小問題 就是如果對方真的 開始打起來之後 我後面的腐蝕是來不及丟的 然後先把一些主要拿的東西給 拿起來 所以我是故意犧牲掉了一倍拍斧的機會 然後再二倍拍可以多拖一回合 那這裡可以直接英雄覺悟 對神尼的相仇 對神尼的相仇直接拿到兩張 如果我這裡已經 到了進化點回合 然後我後手的話 兩張營火0-0 然後再來發展之一 然後再一張的就是 隨便的一倍就是不得一樣嗎 這樣的話我有斬的 就是是非後手開斷 等下 總之 後手是非 斬 先攻無配斬 一定是這個樣子 瑪博雷亞進來之後 搭配到 反彈之一 稍微點掉 然後搭配到腐蝕 把他場面直接限制住 讓他一隻都不能打到我頭上 這裡如果他跳趴拉車 結之後他的最高斬殺就是 他使用到了 馬羅 然後搭配到就是 這一張帕拉瑟莉姐 然後還可以貼那個 幾尺七弓十弓 然後再加一張的 阿卡爾還是什麼東西的 我可以壓到剩下最後一點血 但我還是可以反殺 但他不可能那麼扯啊 所以我們這裡就是穩穩的妖精 妖精營火 搭配到搭戰導引 然後配到一張的小梅一樣 直接 碎層 轉起 帶走的對方 然後進化 奧波羅 十六點 總計二十二點 又再一次 彭德解決這一次的回擊了 哇這排出太快了吧 那別再次 你沒有太快了吧 那你不想得到 那你真是廢話 你不會讓我